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最近看這本The Psychology of Money這本書 你看到它是一塊塊銀子砌成了一個腦子 我自己覺得這本書的可讀性都不錯 無論你是初歌又或者是老手都好 因為它將金錢的一些概念斬開了20個chapter 每個chapter一個概念 每次都會用一些人物 事物來做一些例子 深入淺出 令到你能夠融會貫通之餘 記得到的概念 哪怕你最後不記得一個例子 作為初歌 對於無論是投資 理財 甚至金錢本身 這是一個好的入門書 就算你是老手都好 有很多時候這些的概念 有一些的提醒 都可以令到你說得尖撲少少 吹急避兇多少少 我自己都是在當中有部分的提醒 雖然也有很多你會覺得 媽媽女人 不用這樣重複就重複 我這次先講了頭八個chapter 因為它有很多例子 我自己加入自己 或者是你不想看這本書的時候 聽我的時候就當作是雞精 看了也是好事 第一個chapter 我覺得是最有啟發性的 他講到這個世界人人都不同 鬼不就是媽媽女人 他講到特別是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 或者他的際遇 不同的時候都會影響了他的理財 和投資的概念 舉個我們熟悉的例子 我們父母一輩可能經歷過香港的股災 七三年 八七年那些 於是他們就很避忌投資股票 但相反 因為香港那時就恩恩上榮 人口越來越多 樓市就超級上旺 很多時候都後悔為何當年不買一間 或者不買兩間 或者不買十間樓 就發到豬頭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你是曾經經歷過 這個亞洲金融海嘯 或者是這個08 美國的次案風暴的時候 可能你對於投資樓房 就會比較怕怕 不過當然了 過去十年你會不會忘記了當年的教訓 因為加拿大那些樓 又升到彭板聲呢 當你來跟家人和朋友 去高談闊論講前財的時候 設計呢 每個人不同的時候 就要agree to disagree 另外這本書可能沒有講到 其中一樣重點就是 當你是有些經歷 只是局限於你自己 無論是個人也好 又或者是你真是客觀地 去understand整個世界的時候 比如過去40年 我們從來未經歷過invasion 還有40年之前 是一個invasion 不斷地爆大波動的年代的時候 那個年代生活的人 或者那些歷史 那些文獻 那些數據 其實對於我們今天來講 一個invasion不再在2%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參考價值 又或者一些老人家 好像Jero Diamond那本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提醒到 也都是說那些事情 那些人物是非常之寶貴的 譬如再早前 經歷過一戰二戰的時代 和我們今天 開始有這個俄烏戰爭的時代 一個全面戰爭 和一個局部地區性的戰爭 雖然不能這樣比較 但是呢 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參考 和提醒在當中 如果我們只是局限在我們自己的時候 那時候呢 可能就會miss了一部分的重要訊息 那第二個chapter 就講到這個世界裏面 總會有一些成功人士 是你來成為你的參考對象 或者崇拜的對象 如果純粹吃花生 了解他們的法績史 或者他們怎樣來想 怎樣來做事 那是完全好 但是呢 如果你嘗試去參考他們的成功經驗 以至到你自己都可以做到這麼成功 那大部分情況 你都會注定失敗 那無論你說的 Elon Mars Wallam Buffer 甚至乎呢 教會很喜歡 讀聖經人物的時候 神同大衛講話呢 你就當了是跟自己講 那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拿東西拿得厲害的 那但是這本書呢 就不單止停留在那裏 他都會提醒就是呢 你呢 當你來到去看這些成功人士的背景 你要知道兩樣東西 那樣呢 三樣東西 剛才講到呢 你未必可以好像他們那麼成功 你是小人物 他是大人物 那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呢 你可能呢 可以參考去一些的Pattern 他呢 一些成功的一些要素 一些原則Principal 那這些呢 可能呢 都是呢 你一些可以仿效的 又或者呢 至少你可以發現到你是不會這樣仿效的 就是譬如Elon Mars 就可以睡在自己的工廠裡兩個月 然後呢 天天呢 就吃這個花生醬麵包 那就已經頂得住了 更慘 那一個呢 真是死坑死底 嘗試去在這個 香港上車的一條人仔 那一條廢青這樣才算 說得壞些 那這樣的時候 你做不到的時候 Oh sorry 拜拜 那你不用想了 但是至少你也知道的嘛 那這個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 第三點 就是呢 你呢 你要知道呢 那很多時候 他不會說給你聽的那樣東西 就是呢 他是超好運 哈哈哈哈 那譬如好像呢 我看歷史那樣 就是這個什麼 拿破崙那樣 他有兩三次呢 基本上衝到他敵軍面前 那應該理論上是要死的 但他竟然不死 於是就建造了霸業 但是如果他繼續扯下去的時候 都會樣衰衰的 這個另一回事 那或者即田信獎 本來呢 就不夠人家抽的 那然後統合間 這樣他又可以呢 就繞到他那些人的本陣那裡 又被他找到 那然後就贏 跟著呢 跟上暂謙信 沒有田信員那裡打 跟著他又比他還要死去 然後打打下 死去了 於是呢 他可以脫光天下 這樣的 最後他自己又被人堆壞了 這個另一回事情 那所以所以呢 是 幸運是個很大的factor 如果你有幸運的時候 再加上努力 再加上聰明智慧 說不定 你可以成為一個超級成功的人士 但沒有一個超級成功的人士是CopyCat 你自己會有自己獨特的場處 Charisma 各方面的東西 然後第三個篇章 他就說到知足是很重要的 不是說知足者憑亦樂 蠢蜘蜘蜘蜘蜘 當然如果你是永遠都上不到位的時候 你很痛苦的 你不如學一下知足 開心一點 他在說當你不斷進步的時候 如果你不夠心足的時候 可能還有什麼得過吉 因為你好像古教基有首歌 有一個壓力 要你得知的時候 不單止得知 得了知之後 你又要更加與無倫恥 而你更加得知的時候 你會提升多了一些 risk 無論是那個 portion of risk 多了 你aggressive 了一些不認知的領域 你也會去嘗試賺更多錢 一間大企業 零八金融海嘯都是這樣的 他們就負責很多 subprime mortgage 覺得市場不會下跌 但是原來這個只不過是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的歷史 不會下跌 之前其實是倒楣的曾經 另外就是你微博的利潤 但你選一些好 risk的人 去借錢給他 結果就糟糕了 企業都已經是這樣的 何況你普通一個普羅大眾的星斗市民呢 這個是需要你去注意的 就算不是的時候 其實你當你已經有足夠 這個是一個認知問題來的 不是叫你裝窮 也不是叫你裝有錢 究竟你的level是什麼呢 在客觀事實裡面 你能不能夠在 satisfaction當中 去找一步進步呢 那這個呢 接著就 move 到一個媽媽的女人第四個 chapter 就是power of compound interest 複式增長的利潤 是可以多到你不相信的 在長線來說 哪怕在短線裡面 可能覺得賺10% 20%太稅雞了 如果你買比特幣的時候 之前可以賺很多很多的 但是如果棉乾稅濕的時候 巴菲特說的 平均利潤是18%左右 但是呢 過去五十幾年都是這樣的時候 他其中一個 成為股神的原因 當然背後還有他的超好運 他因緣際會認識到很多的其他人 他搞保險公司 以至於很多人給他錢來投資 他的投資是沒有成本 甚至乎是負成本 就是別人在賺錢的underweighting income 那這些也是 extra的原因 是令到你可能學到巴菲特的principal 是可以自賭富 但是你是小富 他就大富 這個也是他之前的chapter說的一件事 然後另外一件事 當你來到compound interest 你賺到第一桶金 各方面 你很好賺 等等 那第五個chapter就說到 你呢 你呢 賺到 創到業 能不能夠守業呢 那這個例子我都覺得挺有提醒的 那在這個上世紀 1929年的時候 那個經濟大小條 有一個人呢 就必那個market是會PK的 於是他就賺了很多錢 那另外一個大有錢人 反而在那時候就破產了 但是呢 這個人呢 就真的不覺得Enough了 或者呢 他就拿了很多risk 或者是他太過沒了box 那幾年之後呢 他就賺錯了 結果呢 他也是破產 只不過呢 是破產的時間呢 是不同的 於是呢 就是你呢 追求的是一個短暫的爆 還是呢 是長期以來 能夠成功地 arroy到一些 是你無法預計的 或者是真的 中了之後呢 你是真的 找不翻身的一些risk 還有一些陷阱呢 這個呢 就非常之重要了 舉個例子 你投資 那如果呢 不是說叫你不借錢 不是margin一定錯 那你投資這個的樓 那你都是leverage的啦 那但是呢 你能不能夠量力而為計算到 以至到呢 你margin call的時候頂得住呢 那這個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跟著跟著呢 又是另一個媽媽的女人 第六個chapters的時候 就說到呢 80-20的定律 那不單只是投資啦 那這樣呢 你創業也好 或者你做事的時候 甚至我錄YouTube也好 你永遠都不知道呢 有幾時呢 你的Clip呢 是會爆上去的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上期 那你研究一些statistics big data 那些呢 來做一些improvement 改進啊 各方面 那你又要有你自己 像人的那種堅持 那他那個例子 就是Walt Disney 他當時呢 他做了很多的難片 或者呢 很多不被欣賞的 直到呢 他呢 創造了這個米奇老鼠的角色 才能夠呢 是非常之成功的 那就是 創造了十個東西 可能呢 一兩樣東西跑出 又或者 如果呢 你是一個 小價股的投資者 可能呢 你也都會感同身受啦 那買十間公司 有九間 可能呢 都是虧了20% 30% 那如果有一間 是爆上去 賺十倍的時候呢 那已經足夠offset 所有 而且呢 有一個幾回和味的利潤 那當然呢 順帶一提 我自己呢 就不是一個世界股的人 來的 我自己呢 就知道自己的不足 就不會 take this risk 那跟著啦 第七個chapters 那這樣呢 他就講到呢 什麼為止 financial freedom 那是不是打飛相閣 不用做 那麼 那齊早退休就是呢 那這樣 他呢 就擴乎了一點點視野的 例如就是呢 你能不能夠有一個luxury呢 來做一個躺平式的 或者呢 工作沒有那麼壓力大的 不用打第二份工 都能夠足夠生活的一個工作呢 又或者呢 你可以呢 來跟老闆negotiate 我有些朋友都是啦 但當然他背後有些其他原因 譬如他有病啊 各方面這樣 就來做part time 照顧兒子啊 或者不是病啊 那這樣呢 就不是做full time 那 那 或者是fractable hours 現在很多歐洲公司呢 就變成四天 但是呢 每天就回多些 那第五天呢 就可以休息 那各方面的alternative 都可以呢 解釋為一個freedom 就不是完全的freedom 你都可以呢 解釋為一個freedom 但同一時間 他有一個發人心醒的思考 就是呢 你freedom了的時候 代不代表你happy了呢 那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東西都是的 你科技好了 代不代表你happy了呢 那這個世界好像呢 就是方便了 是不是代表happy了呢 世界和平了 是不是代表happy了呢 這些全部你都可以問的 但同一時間 去思考這個問題 是一個好的一個反思 但同一時間呢 我自己覺得呢 人的happiness呢 是有一個range的 即是呢 他的measurement呢 是你每一個人 有些人可能樂觀些 有些人可能悲觀些 有些人可能中間些 但同一時間呢 是那個range呢 是不會因時間來去變異的 你會去回那個range 就算你不斷有一個 超級開心的事件發生都好 你就不會不斷地來上升 所以呢 當你呢 來去measure一個happiness 或者satisfaction 就是你呢 那個的成就啊 金錢啊 物質上面的東西 物質上面是可以增長的 某程度上的這兩樣東西呢 是 不可以compare的 其實 所以呢 我就覺得你 僅此去到反思就好了 如果你當作一個教導啊 一個principle 這樣來到去 周圍跟人說的時候呢 總會一定呢 你來得到一個答案 就是 現在我們世界一樣東西都可以成長啦 但是呢 happy又不會升啊 但是呢 這個概念呢 其實你是 compare錯了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 第八個chapter 我今天會分享的 就是呢 他説呢 你花得多錢呢 就不代表你有錢 例如呢 你在街邊見到 有一個人開跑車 那當然他有一定程度的錢 但是同一時間呢 這樣呢 就 未必代表他是超有錢的 那 純粹只不過呢 他是肯這樣來去花錢的 那 那這個東西呢 就來到他背後 反映了 有些人的價值觀 就是透過 他花了錢 或者呢 買了一塊東西 來去證明自己 是一些什麼的 標準 一個什麼階層 的一個地位啊 各方面 他未必一定懸負的 這樣呢 但是呢 他這本書提醒就是 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你自己的內涵 你自己的收養 你自己的談吐學識 你對人接物 這些呢 都可以呢 是來到去呢 讓人看到 你的人究竟是什麼人 那這件事呢 就不單純 只是呢 透過呢 來去洗錢 透過物質 透過名牌 來去換取 那這個呢 也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個提醒 但同一時間我自己覺得呢 有時候呢 有些無奈的 例如你做 就是我家上班 這樣 說知道你怎麼看我 但是呢 如果你是做 就是銷售士 那類型的 先進來衣後 見人 那你都要穿得 撿得是正一點 這樣 你不可以什麼 當然你都可以透過這件事 藉口 繼續花錢 多一點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同一時間 有時候呢 就是憑背上面 老爸老母啊 周圍啊 覺得呢 這樣叫做有 臉 這樣呢 你很無奈的 例如 在某一個偉大的國家 這樣 有些人就 甚至乎extreme 就說 我寧願在一輛保馬上面哭 都不寧願呢 就在一輛單車那裏 哭 這樣 不是 在一輛單車那裏笑 這樣 那這些是很悲哀的 但是呢 也都反映了某些的文化 那些的現實 如果呢 你呢 不來到去懸富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壓力 要你更得志的時候呢 這樣呢 你就會覺得痛苦 這樣 這個呢 不知道會不會又回到 就算你有freedom 都好 仍然呢 不單止你 維持到那個happy 真的呢 會 downgrade了你的happy 這樣 但是 最後來 可能那些人又會覺得很happy 你永遠都知道 你又不是他肚子裡邊的蟲 那今天就講到這本書 講到這裏 希望有個summary 幫到大家 有多些發人心醒的思考 接下來 如果我看得完這本書的時候呢 再用兩次 和大家分享 後面那些chapters的內容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利巴拿套